在這輪升浪上我覺得是可以去追的 主要原因就是我們等了很久 洩跌了很久的時候 我們都不亂去撈底 原因就是一直以來沒試過出現一些 很強勁的報復式反彈 這個報復式反彈 當然賺得這麼急的時候 這些位置升了差不多接近4000點 你才走去追 一定有風險 但是問題是如果你是建長倉的話 起碼說這些位置開始建長倉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直播率會高很多 因為我們在說這些上個星期的市況 十幾年前 十幾年來都沒發生過 最上一次有這樣的市況上面 正正說金融海嘯2008年雷曼之後那段時間 大約才會出現這些狀況 當然雷曼前準備爆的那段時間 市況都一度試過這個狀況 但問題就是在這個水平的時候 如果你做開長倉 通常開長倉會是怎樣 分鑄、吸納、分散 總之你用盡一切方法降低風險 但是用時間去搏 我覺得就算市場插進去 假設再壞一些的情況 突然間有很多負面消息出來了 穿回萬八的時候 起碼說 通常你參考海嘯的狀況 大銀行事 在紅三階段 你選擇用時間去搏的時候 你會好過紅一、紅二 所以你說為什麼 這些位置會建議大家開始 去搏 但前提就是因為我們之前一直建議大家 持有很多現金 如果你持有很多現金的話 這些位置開始做長倉部署 你真的會有得想